分出一下体育方面 昨晚7点45分 2012年赛季中超连赛第18轮一场比赛 在广州大学城中心体育场拉响 那么结果呢 广州复利主场1比1 逼平上海生花 开场不到两分钟 复利差点就得分了 拉菲尔右路传舟给达围 后者拉到中路 直接抽射远端死角 王大雷愉悦飞身 用手指把球打出 第21分钟 唐苗右路和雅夫部 打出二过一杀入禁区 百家俊上前逼抢 唐苗及时下地传中 莫伊赛斯半跪在地上 左脚一篮 皮球飞入申花自家大门 1比0广州复利主场领先 申花全力进攻 德罗巴终于出场 第67分钟 曹云定第一次杀入禁区 就收获进球 德罗巴中路左脚 轻敲皮球入禁区 曹云定拿球后 摆脱气门出息的成月磊 虽然他的推射空门 被复利后卫挡了一下 但皮球还是滚入网窝 1比1 申花将底分扳平 尽管后来双方都有进球机会 但是没有把握住 比赛结束 双方最终1比1暂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